广州服装B8市场每天出货量的键数最多的要属沙河这边 价位是符合大众的一个水平 受众人群是很庞大的 现在来逛B8市场人气是比较少的 因为现在马上要进入淡季了 7月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月份 等到8月份的话就要开始上秋季款了 现在这些档口主要是以这种青板倒亮的一个上心 大部分的档口都已经不上心了 蓝色V字领的这款连衣裙 现在我们看的时候感觉好像前面的领口特别低 但是它的设计它不是那种特别宽松的 就是比较贴身的 即使说再怎么低的话也不会说曝光什么的 黑色看起来夏天是非常热 但是因为黑色显瘦 夏天还是卖的不错的 很多人想到考虑显瘦的话 都会选择穿黑色的衣服 前面灰色的这一套上衣是特别短的 是露露起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就喜欢这样穿 下面再配一个很长的裤子 整体的话会显得比例拉长了 这样子一看就会显高 现在的裤子都是特别长 裤长的话一般都是103104左右 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感觉比较长 如果说你感觉比较长的话 可以穿那个有跟一点的鞋子 比如说现在的那种老爹鞋 它的跟的话一般都是有5到6厘米这样子 你穿上去的话整体的话就不会说拖地 不会说显得特别长 或者是说即使说你感觉是特别长 但是你有很喜欢的话 你可以就说来去改衣服那里稍微剪短一下 其实剪短一下这个裤型是不影响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说你下面的那些下摆不是很特别的 你正常剪短的话都是不影响这个效果 你下面不是那种什么喇叭裤 喇叭裤因为它下面会大一点嘛 你剪短一点可能这个效果会有影响 但是像这种扩腿裤它直直下来的 上面跟下面的这种大小孩完全是一样的 你剪短的话是不影响的 套装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因为不用纠结说我要怎么去搭配 我出门的话我就直接穿一套就行了 还有就是连衣裙 连衣裙我直接穿一件 就不用纠结说我上衣要怎么去配裤子 今年流行的裤子还是偏休闲系的 像现在的那些树干的工装裤 还有现在新出来的那些有点印甲的那些水墨裤 还有一些三本裤 三本裤是一个特别大的那种裤型 但是的话也是卖的很好 还有一些香蕉裤 镰刀裤 面料的话主要是以棉类为主 棉类的话在夏天穿的时候就特别舒服 容易吸汗 照目前的情况 今年清仓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现在六月差不多中旬了 但是壁巴上这边还没有说准备要大批量清仓的这种迹象 夏天的最花连衣裙是一个特别容易采雷的 因为稍微选择花色不对的话 就会有些花色显得特别老气 你稍微选择的不对 同样的一个款式 花色不一样 看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穿出来的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 现在的泡泡袖都是属于改良版的 上面肩膀的连接处是属于正常的 它只是把下面束口的那里 它是整成一个稍微有点抛的这种效果 像这样子的话 穿出来的这个手臂它首先不会说显得粗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以前的泡泡袖为什么会说显得很粗 因为以前的泡泡袖它是拱得像一个圆形 就是中间那里就拱起来了 是肥肥的 但是现在的泡泡袖 它正常的那个袖子是正常的 中间那里没有拱起来 它只是把下面那里稍微的抛了一下 弄了稍微鼓一点 这样子有肉的话就能够很好的给遮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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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